英国教育与升学就业公司QS公布的2023年全球大学排名榜显示 一直高居加拿大最佳大学榜首的多伦多大学 失去其加国最佳大学的地位 取而代之的是麦吉尔大学 麦吉尔大学始建于1821年 坐落于加拿大第二大城市蒙特利尔 该校拥有加拿大最高的博士生比例 培育了加拿大最多的诺贝尔奖得主 加拿大现任总理加斯汀特鲁多 两位加拿大前总理 以及13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均毕业于这所大学 麦吉尔是全球大学校长论坛的全球26所高校之一 也是加拿大唯一获邀高校 同时也是美国大学协会当中仅有的两所非美国大学之一 QS世界大学排名将学术生育 雇主生育 师生比例 研究引用率 国际化作为评分的标准 因其问卷调查形式的公开透明 而获评为世界上最受瞩目的大学排行榜之一 学科排名涵盖艺术与人文 社会科学与管理 自然科学 工程与技术 生命科学与医学无大学科门力 是目前为止最大规模 也是最复杂的大学排名 QS公布的2023年全球大学排名榜 遍及全球110个国家 超过1400所大学 在最新2023年排名榜当中 加拿大的31所大学中有20所大学的排名 出现下降 其中包括多伦多大学 在这份排名榜中 迈吉尔大学成为加拿大最佳大学 在全球大学排名中第31位 多伦多大学在加拿大大学的排名 跌至第二位 在全球大学中排第34位 多伦多大学在2020年的同一份排名榜中 占全球最佳大学的第26位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排加国最佳大学第三位 在全球大学中排第47位 阿尔波塔大学排第110位 摩特利尔大学排第116位 麦克马斯特大学排第152位 华铁卢大学排154位 西安大略大学排第172位 QS表示 阿尔波塔大学在2023年的排名榜中 占全球最佳大学第一位 近随期后的是建桥大学 斯坦福大学 牛津大学 及哈佛大学 英国教育和升学就业公司QS公布的2030年 全球大学排名榜显示 一直高居加拿大最佳大学榜首的多伦多大学 失去其加国最佳大学的地位 取而代之的是麦吉尔大学 麦吉尔大学始建于121年 坐落在加拿大第二大城市满地河 改后拥有加拿大最高的博士生比例 培养加拿大最多的诺贝尔奖得主 加拿大现任的总理 两位加拿大前总理 以及13位最高法院大法官 都是不约于这所大学 麦吉尔是全球大学校长论坛的全球26所高候之一 也是加拿大唯一一个获邀的高候 同时也是美国大学协会中仅有的两所非美国大学之一 QS世界大学排名将学术的声誉 雇主的声誉、私生比例、研究印用率、国际化作为评分标准 引其问卷的形式的公开透明 而获得评为世界上最受关注的大学排名榜之一 学科排名涵盖了艺术和人民、社会科学和管理、自然科学、工程和技术、 生命科学和医学五大的学科类别 是目前为止最大规模也是最复杂的大学排名 QS公布的2030年全球大学排名榜 普及全球100个地区超过1400所大学 在最新2030年排名榜中 加拿大的31所大学中有20所大学排名出现下降 其中包括多伦多大学 这份排名榜中 麦吉尔大学成为加拿大最佳的大学 在全球大学中排名31位 多伦多大学在加拿大大学排名榜跌至第二位 在全球大学中排名34位 多伦多大学在2022年的同一份排名榜中 占全球最佳大学的第26位 应述哥伦比亚大学排名加拿大最佳大学的第三位 在全球大学排名榜中第47位 亚省大学排名110位 本地可大学排名116位 麦克马特斯特大学排在152位 华提努大学排在154位 西安大略大学排在172位 QS表示 美国麻省理工在2023年中排名榜中 占全球最佳大学的第一名 紧随其后的是劍桥大学 斯坦福大学 牛津大学 以及哈佛大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大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大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大学